荣卧全国十大绿色照顾社区的苗栗县后龙镇水尾里 去年有请专业彩绘老师装点社区 今年获得水宝局加持再增添彩绘装置艺术 像是传统千古捕鱼、海底世界等都要上了墙面 还利用浮球彩绘成可爱的虾兵蟹匠 让社区营造更加美丽 走进苗栗后龙镇水尾社区 眼尖的您一定会发现 这里的风景又不一样了 增添许多装置艺术 以及五彩缤纷的彩绘 水尾里致力于社区营造 把去年的彩绘再升级 像是渔村文化传统的砍钩捕鱼情景 以可爱铜区的方式呈现出来 包括有砍钩石铺的 以及一些老幼供学的一些图面 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游客来到我们所有社区的时候 可以了解其实在早期不只在外埔的区域 有食户这个传统补鱼的一个语法 其实在我们社区社区早期也是蛮多的 那虽然现在也已经有已经荒废掉了 可是我们希望继续将这一个传统的记忆 用另外一个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社区活动中心和周边围墙 有可爱的霞兵蟹将助手 当然也有俏皮的卡通人物 化身成为小小兵守护着利民 而定睛仔细瞧瞧 圆滚滚胖嘟嘟的艺术装饰 原来是利用符球彩绘而成的 希望将我们社区的所有的一些资源 来做一个良好的一个应用 所以我们才会将海边的一些符球 一些漂流木来做一些装置艺术 来甚至于我们放到我们社区的一些 关怀据点里面 来让社区的一些长者 来做一个手部灵活度的一个应用 所以也有做很多一个环保的一个 素材的一个使用 符球还可以制作成为文具 乐器装点社区就地取材 不愧是苗栗社区关怀据点的模范生 更发挥了全国十大绿色照顾社区的用心精神